全油門調教的設定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找到最大動力的調教設定 我們必須在調教之前先設定好斷油的轉速 D1 RAIS OSRPM 我們必須先定義好斷油轉速要設在哪邊 設在多少轉 第二個是我們要設定好全開動力模式進入的油門門檻 這個數值是依據這邊TPS index的數值 在油門全開的時候 數值必須大於設定的數值才會進到全開動力模式 在完成基礎設定之後 我們還需要先在動力機上建立原始預設數值的馬力曲線 我剛剛已經完成了原始預設數值的馬力曲線的建立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開始改變目標空欄筆 去看我在不一樣的空欄筆之下的馬力曲線的變化 藉此找出最佳動力的空欄筆設定 暗動力的空欄筆接高橋 未能有需要的空欄筆示線 綜藍線的沿線 濪路線 強達力的空欄筆 剛駕時代的空欄筆 差出最佳筆面 動力任何位置 剛駕時代的空欄筆 動力有點明顯 然後藉由改變預設數值加減0.3到0.5的空欄比數值 然後我們來看最後馬力曲線的結果 在進行全開最佳動力點火腳設定之前我想為大家解釋一下點火提前腳的定義 在Araser系統當中這個SA其實它是Spark Angle的縮寫 也有人說叫做Ignition Timing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說當活塞在TDC位置的時候 我的點火是在TDC上十點之前的幾度點火 譬如說我現在點火腳是途中的30度來說 就是它代表它是在上十點前30度去做點火的動作 再來我想讓大家知道叫MBT的定義 MBT的定義它在英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Minima Advanced Ignition Timing for Best Talk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說我在不一樣的點火提前腳當中 我可以獲得不一樣的引擎的扭力 那我必須在這個最大扭力的範圍之內找一個最小的點火提前腳數值 來做為我點火提前腳的設定 在完成最佳動力空彈筆的設定之後 我們現在要開始進行最佳動力的點火提前腳設定 同樣的我已經先完成了數次的基礎動力曲線的建立 那接下來我就要改變以Araser預設的數值為基礎 分別加減2-3度來看動力曲線的差異 藉此判斷什麼樣的設定才是最佳的點火提前腳 作詞彈阿趙斯總之大 門火提前腳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Arraser預設的點火角數值 以及加減2-3度之後的點火角數值差異 我們就來看一下馬力曲線的結果 那麼在完成最佳動力的空燃比 以及點火提前角設定之後 通常我們已經完成了95%以上的最佳動力設定 在這裡還要特別提到的是 Arraser還有一個噴油證實設定的功能 通常Arraser提供的噴油證實已經是最佳化的設定 只是說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在噴油證實的調整當中 再獲取些微的馬力提升 在這邊就以口語帶過 用相同的方式取得基礎的馬力曲線之後 我們在對於噴油證實做每次60-120度的變化 然後反覆的進行馬力測試 找出最佳動力的馬力曲線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